年底选举进入白乐化阶段 基隆市七堵区市议员选举 这次总共有六位候选人投入 其中现任市议员争取连任的老将 有国民党在七堵唯一提名的现任议长蔡旺莲 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国民党在七堵唯一提名的市议员候选人 4号蔡旺莲 在这里恒请乡亲再给旺年一次机会 多年来承蒙各位乡亲的台爱 我没有辜负任何乡亲给予我的使命感 请大家继续再给旺年一次的机会 继续再为七堵打拼 为基隆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拜托大家 亲民党提名的现任市议员杨秀玉 大家好 我是七堵区的市议员 登记第一号 第一号的杨秀玉 也是服务第一 问证第一的杨秀玉 11月26日 恳请我们七堵的乡亲 再次的来支持登记第一号 第一号的杨秀玉 继续的来为我们七堵来打拼 为乡亲来服务 秀玉再出的困救和拜托 在一月二日 大家一定要集中选票 继续来支持定期第一号 第一号影响杨秀玉 谢谢大家 谢谢 以及无党籍现任市议员张耿辉 各位乡亲父劳 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登记五号张耿辉 在此感谢我们乡亲多年来 对耿辉的支持与爱抚 耿辉这多年来 经以专职专业 坚定信念 勤走基层 以无党无派无八福 大胆的在市议会 为我们基隆市尤其七堵市民 争取各项的福利与建设 10月26号 再次的肯托我们基隆市的乡亲 尤其七堵市的 务必集中您的选票 票言不要分散 而民进党籍现任资深市议员 苏仁和不再寻求连任 把机会让给两位党籍新秀 一位是担任自己议员时 一起服务地方多年的特助林坤明 我们的乡亲市团 大家好 我是七堵区市议员 好专人 六号 六号 任不坤明 坤明在地服务 20几年 拜托大家 乡亲市团 在一个日落 在一个日落 请到 六号 六号 任不坤明 让坤明有一个机会 继续为我们地形 来打拼 来做服务 六号 六号 亲切 睡觉 好用 任不坤明 任不坤明 拜托 拜托 另外一位则是基隆市长林又昌前秘书 曾宜芳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七堵区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第三号 曾宜芳 宜芳担任过林又昌市长秘书 参与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市政建设 累积了许多的服务经验 未来宜芳将会用心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11月26号请大家支持七堵新女力 三号曾宜芳 此外时代力量也推出年轻律师 陈凯宏敬竹 争取为七堵乡亲服务的机会 基隆市民在交通事故上所遇到了困难 以及基隆市民在工作上所遇到雇主 积欠薪资的问题 在这两个环节之内 我都发现基隆市政府 只要透过前期的交通规划 甚至于是透过所谓的劳动检查 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去防止 交通事故的发生 甚至于是防止劳工 讨不到薪资的状况 但是呢 基隆市政府却是一直的 持续的不作为 在我诉讼的过程之中 我发现只有进入体制 才能够真正的 真正的改变这些 不公不一的事情 我是二号陈凯宏 我会参选七土区的市议员 请大家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能够为基隆市民服务 谢谢大家 蔡旺莲 杨秀玉 以及张耿辉 三名现任老将地方经营服务 已久民意基础雄厚 不过面临另外两党三名 新秀林昆明 曾宜芳 以及陈凯宏的竞争 无不战战兢兢 不敢掉以轻心 而民进党提名林昆明和曾宜芳 希望将丙做大 争取最大的民意票源 老将新秀同志间 互相拼搏选情相当激烈 不过最后谁能出现当选 还要由七堵人来做决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